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飘不让游管轮谈 我是飘哥 2020年迄今为止可谓是惊心动魄 大势不断 包括自然灾害 在以前的视频当中的话呢 咱们讲过了很多 比如说新冠疫情 墨西哥地震 非洲以及最近的印度巴基斯坦的蝗虫 中国 华南地区的洪水泥石流 冰岛竟然出现了4500起的轻型地震 等等 我数都数不过来 人们总是在问该结束了吧 让全世界的老百姓过两天太平日子吧 然而 还真的是没完没了 这不 有人又扒出来 美国预言大师珍妮·狄格逊 在1971年出版的光荣的召唤 这本书当中的预言 在 他的预言当中说到2020年世界将善演 圣经中所记载的世界末日善恶大决战 叫阿玛盖底 那么在圣经当中写的世界末日来临时 以上帝为代表的善 和以撒旦为代表的恶 两股势力将在一起 就近 那么呢 那个战事的地方就叫做阿玛盖登 在这个地方决战的时候 上帝会击败魔鬼 以及天下 大众散亡 但是呢 虽然上帝胜利了 但是呢 伤亡极为惨重 仍然是许许多的人 在这场战役当中丧生 听起来呀 实在是让人厚薄梗子冒凉风 毛骨悚然 对吧 真的假的 大决战 真的就这么突然的来了吗 或者说是不是来的太突然了呢 大家先别急 咱赶快解释一下 这也太吓人了 不要担心 少要害怕 带飘哥慢慢到来 首先呢 说一下这个珍妮杰格逊的预言 说到珍妮杰格逊呢 他的预言很有意思 那么呢 他的预言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的 在美国东海岸宾夕法尼亚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 有一个大学叫做坦普尔大学 里面有一个数学家叫做约翰保洛斯 他专门创造了一个数学名词 你知道叫什么吗 叫珍妮狄克逊效应 可见珍妮狄克逊的这个预言 是多么的有趣 他指的是什么呢 是一种推从少数的几个正确的推测 而忽略了大多数的错误的推测 或者是错误的预言 那么呢 这样的人们的一种心理趋势 就叫做珍妮狄克逊效应 他发明这个名词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珍妮的预测呀 就刚才漂哥所讲的并不是总是准确的 然而人们总是这样的有是总是有这样的一种倾向性 我总是记住他是正确的 总是把错误都忘记了 那么呢 你说这我就不理解 那一般不是说 比如说有一个人预测挺准的 突然之间他有一个预测不准了 人们就说他是算命的呀 骗钱的 就不再理他了 那这个珍妮狄克逊还不一样呢 因为他算准的太多了 真的吗 或者说是啥呢 他算准的太震撼了 所以人们不敢忘记他 也不敢忽视他 就像不敢忽视八八万家一样 那么厉害呀 讲讲 那么厉害呀 当然了 那么人们只是记住了他说的正确的语言 而忽略了他说的错误的语言 例如他升成美国劳工领袖沃尔特路泽 将在1964年的总统大选中竞选美国总统获胜 然而他没有获胜 那么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和他的妻子 说是生第二胎的时候 将会生一个女孩 然而的话 生出来却是一个男孩 对 那个就是现在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弟弟 亚历山大 这个我见 对 那么他也预测说是苏联将是有第一人登上月球的 这个当然是在事实上当中有一定的争议 然而的话 真正把绞刃放在月球上的还是美国 最起码现在的正式是这样定的 对吧 那他也曾经说过 癌症是在1967年之前 就要治愈 这肯定没有实现 那么还说世界将在1962年的时候终结 每个人都活得很好 幸亏他说的不准 那我要不舍不得我就不能出生了 没有我们出生的可能性了 对 那么也就是说什么呢 大多数人记住的都是他预测准的几个预言 整个效应就是叫珍妮狄克逊效应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珍妮呢 在预测准的几个预言当中 的的确确非常厉害 那么咱们举几个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珍妮狄克逊是怎么样预言准确的 以及他的故事是怎么样流传下来的 珍妮最有名的预言呢 就是他在1956年5月13日 有一个叫做大观杂志 在这个杂志上面他写到 1960年的总统选举将由民主党赢得 然后的话呢 这个总统的话呢 将会被暗杀而去世 尽管不一定是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 但是极有可能在任期 或者是上任第二期的前前后后 将会有那种厄运的到来 然而事情非常快 就转眼到了1963年 在1963年11月份 肯尼迪总统的这个好友 叫做凯哈利 在他的家里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么这个不速之客 神情看起来非常的有点焦虑的感觉 但是还在尽量的平心静气的跟凯在说 但是直接开明线上讲了 说什么呢 总统刚刚做出决定要去南方某个地方 我知道你和肯尼迪总统关系甚密 请你给他传一个信 叫他不要去这个旅行了 就这么说 那凯听了之后肯定是觉得 你是谁呀 他碰上一个神经病 对 碰上一个神经病 怎么过来之后就跟我说这个事 对呀 然后这人说 我呢 你不用管我是谁 然而的话呢 我告诉你这些事情是真的 很久一段时间以来的话呢 就有一团乌云笼罩在白宫的天空 而且最近的话呢 越压越低 那么压得越低 朝下压得越低 表示什么呢 大祸临近的机会就越大 那么呢 如果肯定的总统离开白宫的话呢 有可能会遭暗算 凯的话当时觉得太唐突 简直是胡言乱吕 心里想到什么呢 我没看到这个白宫上面有什么乌云呢 最近晴空万里 昨天还跟这个总统打高尔夫呢 赛的还要命 但是呢 作为一个资深的政客呀 他不会说的太直接 于是的话呢 他就淡淡的敷衍说什么 假如有这些事情的话呢 也是命中注定的 那么呢 我们再怎么努力呢 都是与世无补的 对吧 那么呢 请您先回去吧 我会转大总统的好吧 对吧 但是来人呢 仍然是喋喋不休 不肯罢休 那么说什么呢 有时啊 你只要做一点点小的契机 只要是莱德吉 就能够扭转局面 化险为宜 你必须警告他 开庭了之后 好的好的 我会的 其实他心里边是不以为然 心想到目前为止 白宫的人都认为 我是一个睿智的人 那么如果随随便便 把听到一个道听途说的人 或者我根本不认识你 你自称是一个占卜师 把你的话 然后就改变了总统的形成 是不是会让人笑掉大牙呀 对吧 那么呢 只是在对方的一致的坚持之下的话呢 他就勉强答应了 说尽力而为吧 客人一走 他便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11月22号的中午 当月 11月22号的中午 华盛顿的一个餐厅里面 正兴高采烈的 同朋友们交谈的凯 被适应 叫到一边 说有电话等你 电话的对面 来了一个沉重的声音 说了一句 总统遭到抢击 凯面色骤变 突然想起了那位不速之客 而那位不速之客到底是谁呢 小伙伴们知道吗 他就是 珍妮迪克学 实际上 这个天方夜谭的故事 始于事发的若干个月之前 一天下着细雨 珍妮来到了圣马修大教堂 那几天他一直神情恍惚 甚至有一种奇异的感觉 就是总是想要让自己待着 让自己安安静静的待着 他的话呢 非常熟悉这种感觉 因为每一次这种感觉要出现的时候 那么呢 就是一种重要的影像 在他头脑里边 要要映在他脑海里的一个前奏 那么在教堂里 珍妮拿起来启示蜡烛 正准备给这个圣母玛利亚雕像 做祈祷下跪 突然眼前出现了火灿灿的白光 紧接着 他就在眼前看到1960这几个数字 白光上方形成1960 接着还看到一团乌云 从数字当中散开 洒向了白宫 有个人呢 站在白宫门前 那人非常年轻 身材高大 碧蓝的眼睛 一头踪发 一个隐秘的声音在说 那人是民主党人 1960年当选总统 将于任职期间遭暗杀 影像瞬即淡入黑暗的墙中 然后又淡淡的远去 尽管他 珍妮·杰克逊 在事前尽力了 但是总统还是遇刺身亡 这件事情给珍妮·杰克逊 很久以来不能释怀 另一个珍妮非常有兴趣的预言 就是什么呢 而且成了事实的 就是他预测了奥普拉 温弗里 Opera 就是咱们大家都知道的Opera 对吧 太厉害了 对 那个黑人大明星 非常快 非常酷 他可是真实 对 知名人物 因为在国内可能有很多人也知道他 只要是在这个演艺界的人 应该都知道他 那么大家对这个奥普拉的话呢 我想小伙伴们也都不陌生 他是这个美国著名的电视脱口秀的主持人 制作人 投资家以及慈善家 也做过演员 在美国呢极具影响力 他是这个非洲裔的名人之一 是时代百大人物之一 他总共九次入选了时代的百大人物 是入选次数最多的名人 在1977年的时候呢 奥普拉是一个很小节目的一个主持人 而且是极其的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小的电视台 用咱们来理解可能就是一个 乡村爱情里边那个乡村小电视台似的感觉 比那可能要大一点 那就是县城电视台的 对吧 进了县台了 对吧 还没到市台那种 总结一句话吧 就是小的不能再小了 然而呢 珍妮就在那个时候 还是在这个奥普拉自己的一期节目里 亲自对奥普拉说 你将拥有巨大的事业 而且呢 有数千万的粉丝 当时呢 连奥普拉自己都没有当回事 说句很实在的话就是 Oh my god 谁相信呢 明天你说飘哥火了 说你有数千万个粉丝 谁相信呢 是啊 来一个算命的 不敢相信 往这一坐 飘哥你会火的 有数千万个粉丝将来 Oh my goodness Seriously 但我说飘哥你会火的 Thank you 数千万粉丝 Thank you 太震撼了 当时的视频 其实飘哥想给大家搜一下的 但是半天搜了半天没有搜到 但是呢 找到了在2017年3月17号的奥普拉的一期节目 链接的话呢 我们放在下方 然后的话呢 有感兴趣的小朋友的话呢 可以去点击链接 看一看他的原视频 那么呢 在这一期节目里边的话呢 有一个奥普拉的粉丝 这个粉丝刚刚得了乳腺癌 经过了手术化疗一年之后 他的朋友就问他说 你刚刚经历了地狱一般的这个折磨 你有什么愿望吗 那么呢 他就说 我唯一的愿望 就是去奥普拉的节目 能够和他 对一对话 那他朋友就联系了奥普拉的节目 安排了他参加这个3月17日的节目 两个人都非常的兴奋 终于或者是得到了这个邀请 非常好 节目组特意还安排了他和奥普拉的一段对白 接下来他告诉奥普拉 他就是1978年的一期节目 在那期节目之后的话呢 就成了奥普拉的忠实粉丝 在1978年奥普拉和理查德什尔在马里兰州巴尔地摩CBS电视台 开始了一个小节目 这个小节目的名字叫做 People are talking 也就是说 人们在说什么 那么最初的这个一期节目中呢 珍妮就作为他的特要嘉宾来的 而就是在这一期节目里边 刚才所说的这个癌症患者 开始看到了奥普拉的这期节目 而从那次之后 在珍妮和奥普拉对话当中 他也就成了奥普拉的忠实的粉丝 终生不渝 这个很是吧 终生不渝 那么呢 也就在这个 也就是在那期节目里边 珍妮对奥普拉说 你将来一定会火的 不是小小的火 而是什么呢 大有成就 巨大的世界线和数千万的粉丝 那么事实证明了 这个珍妮的这个预言 确实是正确的 而珍妮杰克逊的其他的神奇的预言 包括预言了他的外公的去世 拯救了自己的丈夫 预言了罗斯福总统的去世 艾森豪威尔入驻白宫 以及丘吉尔败选 印度分裂 然后是侦破凶杀案 以及他甚至预言到了甘地之死 等等等等 那么呢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 就是大家不知道听没听说过 在他临终之前 预言了世界东方将降生一位伟大的圣人 而这位圣人的话呢 用其博爱 把整个的人类团结在一起 并且呢 建立了一个新的大同世界 那么呢 听到这里的话呢 可能国人都欢呼 Oh my God 东方 东方 他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传闻 那么这些神奇的准确的预言 和一些没有兑现的预言 刚才咱们所讲到的 如何看待珍妮狄克逊的 叫做珍妮狄克逊效应呢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 他在光荣的召唤艺术当中 所说的世界大决战的预言呢 可能我们能做的 小老百姓能做的 就是等待 然而我们在这里必须说 我们现在要活在当下 活在正能量当中 让自己拭目以待 2020年将要发生的一切 或者将要发生的什么事情 希望那种生灵涂炭的大决战 不要出现 而希望世界和平 希望每一个看电视的 或者说现在看 飘飘然视频的小伙伴们 都快乐幸福 这里那就要告诉大家 看飘飘然 那是幸福的正能量 哦呀 还等啥呢 订阅吧 为了你的幸福好吧 好吧 你问我幸福在何方 我指着飘然的方向 后面还有彩蛋 边订阅边看 好吧 独在一厢为一刻 每逢孤独看飘歌 Peace out 嗯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飘飘然油管轮堂 我是飘哥 那你说这些不准的预言 都被人们忽略不计了 什么对他挺困冷的 对选择性遗忘 这是曼德拉效应 曼德拉效应 选择性遗忘 对对对 那你说他从1978年就入团的粉丝吧 嗯 那个节目是2017年 嗯哼 将近40年 40年 铁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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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前的朋友们 你们都是飘哥的铁粉 咱们一定要奋战40年 奋40年时间听见没有 绝对天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